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获得好评 不过就有市议员指出 依照交通部的统计 仅有每10万人的行人死伤率 仍然高居全国第一 一块来关心 当中央的道安督导委员会 已经点名基隆市的时候 请问基隆市 我们有要做因应吗 还是我要放任行人 在地下18层继续游荡 行人死伤率无法下降 因为有大部分的 这些行人的严重死伤 是因为行人不遵守交通规则 那不遵守交通规则 我常常就以前就讲 这叫生命的罚单 又是放任行人在地下 18层游荡 又是生命的罚单 市议员咨询和市长答询 都是在谈如何 再精进保障行人的安全 市长谢国良上任后 积极推动行人友善政策 包括汽机车里让行人过马路 以及划设绿斑马线 保障行人安全 获得包括市议员在内的好评 对我们基隆市政府 我们的友善行人的政策 打造我们温馨的行人过马路的政策 非常的好 经过我们大家的努力 以及我们所有的警察同仁 这样子努力的协助之下 真的是我们现在 过马路的行人的出事的状况 是越来越少了 不过也有议员指出 依照交通部的统计 每10万人行人死伤率 基隆市仍然高居全国第一 1到7月的排名 本市基隆市依然高居第一 全国平均每10万死伤人数 38.96人 大概39人 但基隆市66 接近67人 我们距离第二名的新竹市 还是差了大概十几人 这只是上半年度而已 所以我们并没有得到明显的下降 市长你在你的施政总报告里面 前几天就讲说 我们比去年 就是1到9月10号 比去年下降了36件 下降25% 但我要跟市长报告 如果今天我们已经 我们的行人 我们的生障者 我们的市障者 我们的孕妇长辈 活在地域18层的行人地域中 这个真的开心几秒钟就好了 有一件事情 我网上查得更惊讶 我当时在5月总职业的时候 市长承诺说 行人死伤这件事情 会纳入道安汇报中进行检讨 我翻遍了今年的 从5月之后的所有道安汇报 完全没有提到 市长 再跟你报告一件事情 中央召开的交通部 道安督导委员会 在6月27号最新会议记录 交通部 交通部部长作为主席 还直接点名基隆市 我们在第一季 是行人死亡增加最多的 其中一个县市 并且要求要进行检讨 市长谢国良回应表示 确实有大部分的行人死伤 是因为行人不遵守交通规则 而现阶段是针对 没有离浪行人的 违规汽机车驾驶人 为处罚对象 违规过马路的行人 自有生命的罚单来警惕 但是未来也会针对 违规违法的行人来做处罚 减少车祸意外 更进一步保障行人 我们的数据的确显现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死伤的人数有降低 那第一季就有一两个特例 有A1 那那个就是个案 所以基本上他就是说 他的死亡案例是提升 但是提升是可能从两例变成三例 或者变成四例 这样的确有一些情况 包括说上一次在新衡兵门口 看到一个长者 他就在那边开车 七十几岁来开车 然后撞到的人还不停 一路把人家搞过去为止 这个就是个案 就是说会有一些死伤 但是大体上 如果你觉得我们基隆市的死伤仍然高 需要降低 用全国数据是这样没有做 如果是这样 那更需要把这个行人友善 把它做好 但是也要开始针对行人 因为有大部分的这些行人的严重死伤 是因为行人不遵守交通规则 那不遵守交通规则 我常常就以前就讲 这叫生命的罚单 所以他一开始不是我处查 这个处罚的重点范围 因为我自己觉得 他们都已经得到了生命的罚单 但是未来 当我们守法的人得到了秩序的保障 那我们开始要针对违法的行人 违规的行人 为了保障他们的生命 我们要继续积极的来处理 来追踪来处罚 市议员陈冠宇也建议市政府 要精进保障行人等措施 就一定要针对全市十大行人死伤入口做统计 这也是过去所没有做的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 警察局争取交通部的补助 在人一路级人二入口 建置了科技执法设备 只要为里让行人的车辆 就会自动侦测开单 最高将处3600元的罚还 11月1号正式启用 两名学生准备过马路 但两个人已经走在斑马线上 但机车一辆接着一辆 这辆机车即使穿越路口 距离行人不到一公尺 机车驾驶违规行驶 科技执法全都路 我这个从影像可以看得出来 机车前旋进入斑马线的时候 距离行人不到三公尺 大概一个车道坤的部分 那如果距离不够的话 就是没有停让行人 爱三路段和仁二路口 因为临近庙口东岸商圈 嫌穿越密集 加上车流量大 根据统计 仁一路和仁二路 在111年造势路口 分居第一位和第六位 总计发生48件交通事故 造成69人受伤 机轟市从今年的1月20号开始 执行行人友善政策 那统计执行到目前总共取缔 大概有5000件的车不停让行人的违规 那因为这个耗费的人力相当的大 因此我们目前 择我们基隆市区比较 人潮比较多的地方 这个仁一爱三路口 以及仁二爱三路口 我们向交通部来申请补助经费 设施这个车不停让行人的科技执法 科技执法采取违规录影方式 自动侦测开阀 不仅能减少远景站在路口 执行的危险性 举发方式也不受到气候影响 因为之前采人工难停的部分 可能跟驾驶人有一些争议性会存在 那现在透过科技执法的部分 采用这个摄影机来做全面性的收正 所以说我们初步如果说 这个电脑收正完之后 我们会有审核人员初步做一个审核 那如果违规明确 我们才会做举发 那如果民众对于举发如果有意义的话 我们就可以将这个现场采证的相关的影像 来提供给民众做一个副市房 提醒驾驶人行经科技执法路段 见到行人过马路 务必慢看停 避免跟自己的荷包过不去 记者黄绍明金融报道 为了要庆祝万圣节 基隆有一群幼儿园的小朋友盛装打扮到市政府 募集发票做爱心 市长谢国良到现场发送糖果 鼓励每一位小朋友发挥爱心 多帮助别人 基隆安心幼儿园 南容飞影力幼儿园 及伊甸生肠中心的小朋友 在万圣节盛装打扮来到市政府 但这次不是要糖果 而是要募集发票来做公益 去跟大家要什么 糖果跟发票 有要到几张 很多张 刚刚有领好多的发票吗 有 那你刚发票做了什么事情 你投在哪里 投在人家那里 投在那个箱子里面是不是 给发票布导袋 你刚刚拿到几张发票 还有多张 小朋友们受到了市府员工的热情欢迎 也顺利募集到许多发票 踊跃地将发票投入发票箱 最后由市长谢国良代表 将发票捐赠给伊甸 市长谢国良跟教育处代理处长杨贵杰 以及市议员吕美玲 也鼓励小朋友发挥爱心多帮助别人 投入这个发票 你就可以帮助一个小朋友 甚至帮助一个大人 这就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因为帮助别人会让自己更快乐 对不对 对 好不管是南楼飞里面幼稚园也好 安心幼稚园也好 还是我们的伊甸幼稚园也好 你们都是最有爱心的 对不对 对 看到很多小朋友 小孩爸爸都很开心 也教了他们这个 因为这个万圣洁是西方来的嘛 也教了他们英文药堂的这个 这个口语 那我想一方面玩得很开心 一方面鼓励小朋友捐发票 也可以做公益 可以倡导他们从小就懂得 捐发票做公益的习惯 并且再传递给他们的爸爸妈妈 我的专呈是女超人 女超人 我是贝姑娘 你是贝姑娘 对 哇 这是谁做的 这个是妈妈要买的 好棒 这是谁做的 这个是老师 老师 老师做的 跟小朋友一起做的 他们自己的写的 结合万圣洁 孩子们精心装扮 还有家长发挥创意 将小朋友打扮成电锅造型 成为目光的焦点 这场万圣洁公益活动 热闹又有趣 也让幼小的孩童 学习助人为快乐之本 记者黄日生陈淑平 基隆报导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 光荣家商10月31号 举办万圣洁的造型竞赛 美容科学生们发挥创意 利用各种特殊的装饰 变身成各式妖魔鬼怪 场面十分热闹 校方也将万圣洁的趣味实验 融入科学及英语领域中 让学生在节庆中玩科学 留下深刻的印象 万圣洁造型赛 比恐怖 比逼真 得奖同学走出来 让人想后退三步 我今天办的是 一藤论二里面的穿上腹脚 里面最有难度就是皮肤 它要把它粘上去 它会一直掉 克服粘贴问题 学生展现创意 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这位猎嘴女挑战的是血浆 最困难的地方是 上面的伤疤 还有这个微笑 要用很多血浆 还有刀子在头顶的僵尸 也太逼真了 两个图片结合的妆容 考验学生的耐力与创意 它这练痕是另一个图片 然后脸上这些是另外一个图片 然后两个结合在一起画的 然后很久很难画 然后嘴的这个牙齿很难 当然也有可爱的造型 在这一场造型赛中 每一位同学一起上台狂舞 炒热浓浓的万圣洁气氛 我们平常都爱练造型 但是今天的造型是特效化妆 所以学生从准备到今天的演出 他们花了相当多的心思 那也看到他们的成果 那也很开心 那从这过程当中 也学到这样的一个技巧 那可以用在将来各种活动 各种场合 另外老师也将万圣节的元素 融入课程中 用英语玩科学 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个呢 是反牛顿定理的议题 它呢看起来是议题 但是你手伸下去抓起来的时候 它会变成固体 神奇的科学原理 让学生们玩得开心 最后还是要大喊 Tree to tree Happy Halloween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 佛光山极乐寺举行 普门品总会相继 小小观音装扮秀 亲子发挥创意 变装走秀 蒙翻全场 另外也及众人 修持达七万部的普门品 及诸品经文 祈愿国泰民安 人民安乐 牵手观音 释迦牟尼佛 杨柳观音 佛光山极乐寺办理的 小观音装扮秀活动 吸引了56位小朋友参加 年龄最小的是2岁 今天把小朋友装扮成 地藏王菩萨 妈妈是说地藏王菩萨 对对对 然后来今天参加这个活动 非常开心 我当我妹妹装扮 依赖的那个菩萨 今天参加这个活动 很热热很可爱 小朋友好天真哦 我们今天很开心了 极乐寺 然后办那个小菩萨的活动 这样子 开心吗 开心 开心 在家长们精心巧手装扮下 小朋友们展现出智慧与慈悲 极乐寺同时还发起了 大众送词观世音菩萨 普门品活动 在光辉十月 祈愿国泰民安 人民安乐 极乐寺在今年发起 普门品的修持活动 会向世界和平 国泰民安 那灾难捐助 大家能够平安吉祥之外 还有小观音的一个装扮活动 那透过这个活动 我们希望能够信仰传承 让信徒的第二代 第三代都有机会来佛门里面 认识佛法 那尤其观世音菩萨 代表的就是慈悲 希望人人都是观世音菩萨 人人心中都有慈悲 所以幸运大师说 人人行三好 世界会更美好 那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活动呼吁 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落实三好 说好话 做好事 存好心 让这个社会能够安定 人心能够进化 世界可以和平 走秀还有票选活动 不管是造型多元 还是动作纯真 都让参与民众 发喜充满 期待人人行三好 四给 国泰民安 人民幸福安乐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 基隆仁爱乐林学习中心开设 种子DIY的课程 邀请到种子创意达人刘腾勇 教营法长辈认识种子 发挥创意 将种子变成栩栩如生的动物 搭配节庆 好应景 利用松果 槟榔种子 艺人 做出来的火鸡 真的很应景 来做这个火鸡 很应景 回去还可以跟孙子玩 真是很好 这个课程很不错 尤其对我们老年人来说 可以手脑并用 而且 也可以交到新朋友 又可以学到很多的好东西 跟着手作达人 将想象力奔驰 引发长辈们 在师求书院联合理名活动中心 动手动脑 享受DIY的热趣 借由这些活动 让一些比较少在动脑的一些张折 延婉失智 自己做起来 我是觉得蛮乐在其中的 仁爱乐林学习中心 奏进社区 开设多堂趣味课程 像这种子DIY 可以将芒果的种子 变成狐狸 兔子 酪梨的种子变成天鹅 槟榔种子变成奇少把的 飞天小魔女 只要花点心思 生活就会变得很有趣 那既然我们平常身边 有看到那么多的 那个树木的种子 都掉在地上 很可惜 为什么不废物利用 所以就想 然后就是依据 那个种子的形状 然后就想他可以做什么东西 这样子 透过这些DIY的创意的动作 你看这是火鸡 那月万圣节到了 然后这是天鹅 那这取材都是植物或是果实 那透过植物跟果实 来取材料 然后又环保 然后又热灵的学习 所以这种DIY的手作 让他们在学习中 有很多的乐趣 那我们希望所有的热灵的朋友 都能够来热灵中心学习 做一个快乐的生活 希望大家一起来学习 营发长辈 不仅享受了手作的乐趣 还锻炼了手眼协调的能力 和创造力 更能体验美好的生活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 10月2号起 65岁以上可以接种流感 肺炎点求菌 以及COVID-19三种疫苗 请记得攜带 健保卡 身份证 COVID-19疫苗接种卡 肺炎点求菌接种证明 到时候医生将会评估 可以接种的疫苗及种类 如果无法在第一次 完成所有的疫苗接种 也会协助预约 下一次接种的时间哦 都给妈妈做 那再加载 妈 我去送货 是不是去银行 教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 你是说 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哦 你教的爱诚实纳税啊 用这个啦 收到缴款书后 下载行动支付和电子支付app 掃描QR口 就能马上缴纳 还有信用卡 ATM转账等多元缴纳管道 都可以算定哦 很方便耶 多元缴纳不卡关 一路身上安心 GO 此云寺钥匙佛店 历经两年策划 开光启用 钥匙佛大殿内 设有神佛尊相 必赌 目科解王等 灰红庄严 不少信徒专程请来点 钥匙佛灯 祈求身体健康 消灾严寿 欢迎民众来自一次 钥匙佛店参拜 感受法喜 基隆市区污水下水道施工开始咯 下水道工程施工 会在道路进行开挖时 设浇管及围社围离 攻击陆序将暗月分区分段施工 部分车道会缩减 部分停车格会取消 请市民多注意 为了卫生和健康 请大家体量多包含哦 民国97年才开始启用的 此云寺大碑殿中 供奉了由中国名师 许席于精心雕刻的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为尊四面佛祖 雕工极为精细 信众参拜完大雄宝殿后 不妨进到大碑殿 一窥四面千手观音菩萨的 独特样貌 欢迎回到中佳新闻现场 由微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捐赠40笔的笔电 及电竞滑鼠给基督市政府 保障弱势而少的数位学习权益 打造友爱城市 由微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秉持爱在微信散播爱心的理念 捐赠40组笔电 以及电竞滑鼠给基督市政府 由市政府社会处长杨玉新代表收下 很开心就是说 可以透过公司企业的社会责任 这个部分 公司有刚好又是本业 又是做PC的 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 数位的一个资源 签证给基督这边 刚刚有提到很多小卫星 还有社府单位 等等的这个部分 那可能有一些 孩童要在客户之一个的 这些机构 利用电脑 上位处长杨玉新也代表 基督市长谢国良回赠感谢牌 感谢维新科技 帮助基督市弱势而少 友善数位学习这项善举 能够有一个看得见这些 弱势需求的眼睛 来补充我们社会上的不足 因为确实我们有57位受安置的这些儿少 就是家庭功能已经蛮不足的 所以我们需要安置他们 那这些孩子其实住在机构里面 那也有一些是在个别的家庭里面去做寄养 那也有一些是相对的他可以在家庭里面 不过客户也会需要到我们的小卫星 来做一些客户的学习 这些都是比较特殊的孩子 弱势的孩子这些儿少 所以就非常感谢维新科技 你们的公益心 然后对于弱势族群的爱心 然后以企业的力量来支持社会 支持弱势家庭跟这些儿少 让儿少的学习权益 他们的人权还有他们的学习权 尤其现在数位资讯的时代 这个落差是越来越大 所以非常感谢你们伸出援手 而且具体的给出了这么多丰富的 好的工具来让儿少能够 好好的学习跟成长 社会处指出 这40组笔电和电竞滑鼠 将结合本市儿少安置机构 及儿少社区据点 提升落势儿少数位使用的可进性 保障落势儿少的数位学习权益 打造有爱城市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为了提升基隆青年人才的培训 让在地的企业能够运用人才 市政府梅合八家业者与四位实习生 举办青年实习与企业梅合成果展 透过实习生的成果分享 培养在地青年留在基隆就业 将柚子加工后做成祈愿酒 还有基隆知名的肉干 海燕窝 满满一桌的基隆好物 伴手礼 都是基隆在地企业的心血 像米香这里 全力米香这里 他们过去跟现在的包装 这是最近这两年才开始这样 之前的设计也很好 很传统 但是现在刚好也能够把基隆的特色也能够表现出来 基隆市政府首次举办在地青年实习梅合计划 找来基隆青年到八家在地企业实习 实习成果发表会大方分享实习心得 我是来基隆的全力米香做门市的销售 半年再来学到很多啦 像是对于客人我会更加了解每一个人需要的服务 然后对于产品我们就需要更加了解自己的产品 它里面的成分啊 然后包装设计 然后对于人与人的交际更多的进步了 会蛮考验临仓反应的 因为有时候我会去布门市 然后门市都会有很多客人都会有一些出发状况 然后你要组织去应对它 这项计划邀请了八家优质新创食品业者共襄盛举 成功招募19位实习生 过程中产发处也派员到企业访试 了解实习生工作情况 那今天也有很多这个来参与我们的实习生 他们在这个实习的过程中如果表现得很好 也许就变成一个就直接留在眼睛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目的 我们希望基隆能够在地工作的年轻人越多越好 有这个实习的机会 不是只有在大企业有 而是在中传企业有 但是其实实习的时候又碰到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这些实习的伙伴们 你们没有学到东西啊 对不对 不要说我请了实习生只是帮我去倒茶水 然后你毛巾 或者是帮老板提包包 这个是我很care的一件事情 我不希望八个礼拜后的实习的生活 或者是两个月实习的生活 你学到的是只是知道说老板的包包是什么牌子 而不知道你在这个公司已经学了什么了 所以这也是我一直在主副青年课 希望他们可以定期的 他们去看看这个实习的伙伴们 他们到底有什么需要的东西 市长谢国梁上任之后 推动青年留在家乡就业 透过产发处层层把关 让学生在毕业前认识职场环境 透过企业的引领为基隆留住人才 记者黄少鸣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你会选购一级能效的家电 但你的节电等级却只有五级 现在开始改变你的用电习惯 冰箱只需八分满 滤网定期两周清 冷气设定26至28度 晚转时间 进化一级节电玩家 关掉冷气 随手关灯 白天到黑夜 节电不停歇 节电 从我改变 星期一 多多运动走楼梯 星期二 随手关灯要贯彻 星期三 衣物日晒自栏杆 星期四 定期保养勤擦室 星期五 冰箱秒数认真数 星期六 节电擦坐要使用 星期日 节电天天是好日 就是它 把它处理掉 电费杀手 帮我处理啊 show case 首先 我发现点冷气 看得太冷了 刚才的绿管 比较固定清醒 电池 因此 洗衣机等等 电池用品没在用 而下插头 随手关电灯 这些小动作 不会省下不少电费 老家电炮 换LED 省电 省钱 又力量 哎哟 真厉害啊 基隆 有如童话故事般的咖啡店 在哪里呢 梦幻千层蛋糕 到底留几钱啊 限定版的委托行咖啡 究竟在哪里呢 基隆味节目 将用镜头 带领观众 实地走访 体验基隆的味 当科学家 文学家 还是艺术家 都不如有一个自己的家 住进社会住宅 人生不宅 你以为今天明天的日子照样 其实你们正在为彼此 互相照亮 住进社会住宅 人生不宅 过去无论你有局没局 在社会住宅里 人气广播都能再开心去 住进社会住宅 人生不宅 大家好 我是内政部长林又昌 中产以下房贷族支持专案 从6月1号开始 开放线上申请 手续简片 免付证明文件 只要输入借款人的基本资料 就能够完成申请 通过申请者 单万元的支持金 直接入账 符合资格的你 记得赶快来申请了 有任何问题 欢迎拨打咨询专线 02-2162-1239 想知道 基隆市政府各单位 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 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做回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动 欢迎锁地 每周三晚上九点 基隆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做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